另据柬埔寨媒体报道 昨天柬埔寨首都一家制鞋厂 于千名工人拒绝接受新冠检测 集体逃跑 报道称 事发前部分工人要求医护向其发放检测证明 医护称需完成两次检测后才可发放 工人急于回家产生不满 纷纷离开 当晚医护警队约300人采齐了样本 政府已将大部分逃跑工人召回 进行新冠检测和相关教育